在昨天结束的邹世明的比赛里,来自日本的牧川祥,技术性击倒邹世明的方式结束了比赛,成功地抢走了邹世明的金腰带,而赛首邹世明更是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,现场痛哭流涕,而这场比赛很有可能成为邹世明的退役之战,但是却以这样的方式羡慕,难免中国观众有些接受不了。 邹世明应该是中国身价最高的拳王了,这场比赛出场费更是高达1000万人民币,这么高的出场费让其他选手望其向背,是其他运动员想都不敢想的,作为一个拳击手。 邹世明已经从全国冠军到市井赛冠军,再到两届奥运会冠军,成为中国的残疾明星,最后取得娇妻,有可爱的孩子。 邹世明可谓是人生赢家,可是这次却输了比赛,这场比赛输得冤枉。 其实这场比赛输得不冤枉,套开功名利路,套开民族感情,就单纯的去看待邹世明的这场比赛,输得完全不冤枉。 虽说对手牧川翔技术不如邹世明细腻,但是邹世明的打击力度实在是小,没有一击必杀的能力,最后打成了消耗战,乱拳打死老师傅。 最后邹世明再也抵挡不住牧川翔的进攻,惨遭TKO,痛失惊腰带。 牧川翔究竟是何许人他?他在日本很厉害吗? 其实恰恰相反,邹世明在中国是超级明星,但是牧川翔在日本属于无名鼠辈,甚至是老婆都不跟不了,起贪而去,基本是生活在温饱线上,连训练的鞋子和装备都买不起,只能靠每天去酒吧。 PGV搬水来维持生活,每天抽空训练两小时,在日本根本没人关注他,别说在世界上了。 而他这场的出场费也仅有两万元人民币,足足和邹世明差了五百倍,但是他却在客场取得了胜利。 不得不说,牧川翔作为拳手很成功,而邹世明失败的背后,也值得我们去反思。 而邹世明拥有着中国最好的资源,占据天使地利人和,却败走卖城,其背后是国人的盲目崇拜。 其实奥运会冠军在全台完全没有含金量,就好比你拿着一个高中毕业证去炫耀。 即使是名校毕业,但也只是高中学历,而邹世明作为一个拳手,却常常混迹于娱乐圈。 这场既是主办方又是选手,于何行长不可兼得,所以失败已成必然。 作为观众,大家还是要理性看待这场比赛。 比赛不是抗日神剧,输了就输了,没什么丢人,但是要认清差距,认清自我,这样中国的体育才能更好的发展,才会有更好的明天。